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今天这个授课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个网络的聊天室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聊天室都用到了哪些技术点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实现一个聊天室 聊天室大家都用过 就相当于你就立即有一个群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群里边我们能干嘛 我们可以上线跟下线 可以上线下线 就你一上线那么你一下线 那么别人呢就应该都敢知道 然后呢我们可以交流对不对 可以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就是 你发送个消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啊 你自己能看到其他人也能看到 对不对啊聊天 然后呢其他人都可以看到 其他人和自己都可以都可以看到这个聊天消息啊 聊天消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功能啊 上线下线 然后呢你上线了要通知别人 下线是不是要通知别人 然后呢你可以干嘛呢 可以查询当前的这个啊 用户里边啊 当前这个聊天室 这个用户 用户这个所有的人的名字啊 名字 你可以知道哎 当前我跟谁在一起聊着呢 聊着呢 然后呢我们这里边呢 你一个用户进来之后呢 其实是可以改自己名字啊 可以修改这个自己的名字 就是我们你上线之后呢 我们给你个随机名字 那你去可以去修改的啊 可以修改的 然后呢 如果你登录的时间 登进来之后呢 一直没说话啊 我们有一个 这是一个超时啊 超时退出的一个啊 这个踢踢出的这么一个机制啊 就是你要是上线不是话 潜水啊 不好意思啊 你占线啊 我给你踢掉 就相当于我们打游戏的时候 如果是他这个一直不动的话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定了定期的时候 那个服务机就发现 哎 你这个挂机了 挂机了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让你超时超时了 是不是超时之后 你下次就是很想动的话 他可能要重新连一下 连一下 因为你占用资源嘛 他可能就把你提掉了 OK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些这个功能啊 一个功能 功能分析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这些 这个程序啊 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已经写好了了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去实现它啊 我们就实现一下 好 你看这个人 我们现在启动一下啊 现在这个服务器就启动了啊 就启动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连接 连接之后呢 我这里边使用的是一个 NC的一个工具啊 NC工具 我们这个Linux里面有 Windows的话呢 我们需要装一个啊 装一个 我们 我们上线啊 上线 点零点零 然后我这是八千 八千 你会发现 哎 我是不是 我上线成功了 这个是我的IP 这是我当前的IP 然后这个人 这个呢 50769啊 是我当前的 这个终端的一个接口 因为这个相当一个程序嘛 跟我们程序进行 网络进行连接 那么好 现在呢 我就可以输入hello啊 OK 那我就输入hello了啊 那现在只有我自己 是不是啊 那我可以查看一下 当前有谁命令 大家看一下啊 当前user list 是不是只有 只有我这个自己啊 我自己啊 50796 那我可以rename 改一下名字 这个格式我们自己定义 那么假设我给他改名字 叫duke 好 rename successfully 是不是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再查一下 当前有谁 你会发现是不是 有一个叫duke的人啊 那现在只有我自己在这里 在这里嗨 那不行 那么我们是聊天室 是不是要找人啊 好 那么我们再联系一个人啊 再让一个人上线 这人呢 也是127000啊 8000 好 我们到这里边 哎 大家看一下 完了 那个人 他刚来 这时间有点短啊 这个那个人被超时给 给踢了啊 我们再来一次 被服务器给踢掉了 他不说话啊 潜水 我把这时间设长点 其实就可以了啊 又提了 我把这个时间 时间弄长一点 弄长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20秒啊 我给他来60秒啊 60秒 这就这就会好一点啊 好一点 我们重新跑一下啊 OK来了 点错了 哎 OK成功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 OK 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又来一个人登录了 我先说开咯 这是不是两个人 是不是都看到了 这边我给动一动啊 害怕他死掉 现在我就拿这两个人做比较啊 那好 我现在在这里边 我输一下 我看看当前谁跟我一起在线呢 你会发现这里边 哎 有两个人啊 一个是我自己 那哪个是我呢 我给我自己改名字 OK 你看我自己在这里边 然后这个人假如说给他改名字 叫Lily 现在整个里边是不是只有Duke跟Lily了啊 那我想说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他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就都记得到了 聊天室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自己看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呢 对方是不是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就干嘛了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上线下线 我现在只有上线是没有下线啊 我们看一下啊 刚刚这个超时踢出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 服务器我一段时间没说话 服务器就把我踢了啊 修改自己名字我们也看到了 查询当前都有谁 那么可以使用户命令 这个可以使用rename 然后下回线 然后指定一个Duke 这个超时推出就可以了 然后我一说话 别人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也看到了 上线下线 现在我们只看到我们被提 我们没有主动下线过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主动下线啊 我还在说话啊 还在说话 都能看得到 好 那现在呢 我这个人呢 我去主动下线啊 我Ctrl加C 我一退 这个我直接关掉吧 围关了 你看着没 他就 Logout 你看着没 谁谁谁退出了啊 我写的Logout 就是登出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块呢 也可以看得到 我上线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 谁谁谁Login了 你看谁谁Login了 然后呢 我下线的时候呢 他会告诉我 谁谁谁退出了啊 退出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一个 聊天室的一个全貌了 一个全貌 那么我们今天要实现的 就是他 那整个代码的话 大约应该在15060行 差不多 像这个156 加上一些空格什么的 15060行啊 那这里边呢 会用到很多技术啊 我们分析啊 这里边都用了哪些技术啊 这是功能分析啊 那说到这 那么我们来一个 基础点分析 基础点分析呢 首先 它一定是有一个网络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使用这个Socket啊 TCP编程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 昨天 昨天写的那个 可以有多个人去连接啊 TCP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这里边 一定要存储所有的用户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来一个Map啊 Map结构 存储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用户 然后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你看 我一个聊天室 要跟所有的人去交流 对不对 因此呢 这里边呢 又干嘛呢 就是Map的存储 这里边已经说过了啊 我们往下放吧 存储 然后呢 Map呢 是不是 就是你要便利啊 Map的便利 你看你一个聊天室 跟所有人说话要有便利 然后呢 Map什么呢 Map删除 删除 因为我们用户呢 它会上线 还有下线 是不是 上线的话 我就加 下线的话 我要删啊 所以说这个Map这块 我们会用这么多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边 来一个人就会启动一个 来一个人启动一个 所以说肯定会有构成 对不对 构成 它有一些广播消息啊 这一系列处理 之后呢 张三可能会说话 李四可能会说话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呢 会有一个slip slip 它会不断地进行监听 而且你还有 你发现它还有超时机制 对不对 slip就是一个超时退出 超时退出 退出啊 然后主动退出 都使用它啊 都使用它 OK 那这个里边其实 涉及到超时了 那肯定还有一个定时器 我们叫timer啊 timer定时器 定时器 那这里边有构成 有交流 聊天 所以说肯定channel 也一定会有的啊 OK 这就是我们 主要用到的一些指示点 我们功能 然后呢 这个是 刚刚看到的是效果啊 效果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对应的指示点 OK 这就是我们的三部分啊 三部分 好 那稍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 正式的去编写啊 去编写 带着大家去按这个实现啊 那我把这个截图吧 三部分啊 功能 然后呢 效果展示 然后呢 技术分析 接下来呢 就要去实现了 实现 好 那我这边暂停一下啊 我 поп记住了 剥的 噢 了 询 识